我是鄭榮順 今年38歲 我是鄭榮順 在九龍西區 在深水埗做區議員服務 社區是第十二個年頭 以服務社會為我的目標終止 在深水埗的九龍西基層的社區裡打棍 過去十二年風雨不改 都是在深水埗 在九龍西這個基層的社區裡打棍 每天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時間 我們親身經歷了很多 為什麼呢 我們都在說虛視 要有虛視政策 其實是這樣 因為這些都是推動到小市民 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透過一個檔口 他們自己可以賣自己的東西 亦都是提供到一些價廉物美的商品 給基層市民享受 其實都很辛苦的 你想想他們都是日曬雨淋 亦都是提供一個好一點的配套 比如他們這些排檔 你給他們可能有電 多一點資源 讓他們經營得容易一些 或者減免一些排費 對他們都是有幫助 過去我們在九龍西區裡 有很多舊的堂楼 他們人手失手 有很多石士 曾經淋過下來 也都試過有大城陈大廈淋了 這些都令到九龍西區裡 其實有很多炸彈在這裡 我們都很擔心 你現在看到這些大廈 就是維修 現在我們在幫它維修的大廈 譬如你見到很容易看的 有些大廈沒有維修 就像這樣 這些就殘很多 看到石屎外牆都開始剝落 八年前我們一直推動政府進行復修 政府後來已經答應了 推出了一個叫樓宇根香彈洞 協助大廈給他們一些資源進行維修 我們就很激烈 這些就可能已經維修了 相對起來比較新鎮些 我沒有擔心 因為我自己 雖然我在深水埗 做深水埗的區議員 但是過去十幾年 我都是扎根在整個九龍西 我對九龍西是很熟悉的 我亦都很明白到 其實過去每一個社區的問題 可能跟我的社區都有點相對 我們應該是把它抽出來 大家把那些共同的問題 變成一些政策 具體去處理 我們下區很多 下區你可以接觸到很多市民 它很直接的 深水埗的街坊也好 就是九龍西的街坊也好 我過去的接觸 他們都很直接 會把他們生活上的問題告訴你 譬如現在他們的家庭 面對著可能是臭小朋友 不夠幼稚園學位 找不到學校 你聽了這麼多年 聽了很多不同類的東西 你大概心裏便知道 現在他們市民在面對著不同的困難 另外這裡旁邊有一間公和豆品店 即是吃豆腐花的 是一間很出名的豆品店 即是他們當時面臨截碟 即是他們都 因為他們那些牌照的問題 那我們一路幫他們 在中間在那些牌照那裡 即是進行申請 和不同的部門開會 去談一下 怎樣可以幫他們 即是重新可以出發 這樣很開心 他最後就可以保留下來 那生意我聽他們說 都是越來越好 謝謝 我想出生背景是不能選擇的 但我選擇的服務 或者選擇做的工作 就是我自己選擇的 其實怎樣去批評 怎樣去說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自己心裏便知道 我現在做的 我是很希望可以幫助香港市民 我自己也覺得我對自己是有信心的 因為過去十幾段時間 都是一個不停的時間 其他對於 即是每一個人都會對於 可能有些些批評 那我都是當一個善意的批評 如果是有的 那我就自己去改善 如果不是一些真實的事實 那我也不會太過理會